高雄柴山那么向来以猴子多闻名 而这些猴子不只抢登山客的食物 还会下山闯民宅 山下居民苦不堪言 只要家中的沙窗沙门没有上锁 猴子会尽即闯进来 看到人类民众有手上东西 还会直接当强盗当场抢走 光天化日之下 小弟弟手里抱着阿婆给的果冻 往妈妈走去 交给妈妈后转身去捡掉在地上的一颗 远方猴子看到竟然从屋子下来 过马路以冲百米的速度直奔而来 妈妈被吓了好大一跳 猴子欺负弱小 扑到男孩身上抢果冻 位于高雄市古山区郑德路的这条巷子里 人人怕猴 只要门窗忘了上锁 柴山上的猴子大军就会进攻 猴子站在窗型冷气上 用迅雷不及掩耳速度 把纱窗拉开 左顾右盼了一下 没人发现才往屋里走 进到房间还不忘再回头 二次确认真的没有人后 才开始行动 每户几乎都是受害者 猴子不怕人不怕棍 只怕BB枪为了自保附近居民 只好拿他来防身 还加装隐形窗铁窗 纱窗也做了固定式 让猴子无法推开 严密防猴 劝男民有健忘时刻 忘了锁纱窗 这时猴大王闯入大闹民宅 居民只好自认倒霉 记者吴国珍许全文高雄报道